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NBA是职业篮球的最高殿堂 这里有着全球最顶级的天赋 舞台以及曝光度 因此美职篮是所有球员 无不削尖脑袋想挤进去的梦想之地 但有一个球员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在NBA打出名堂后 竟毅然决然地转投欧洲赛场 只因希腊豪门开出的条件诱惑实在太大 双倍工资,豪车别墅,包持包住 女仆服务 这简直比詹姆斯还要像皇帝 究竟是哪位天选之子能有这样的待遇 答案叫做约使柴德里斯 或许你对这个名字不熟悉 但想必你会很好奇他的结局 今天这部影片 阿斌就带大家走进他的故事 要问NBA中谁的投篮动作最帅 谁的投篮姿势最值得学习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阿斌不做过多评价 但要论最令人陶醉的投篮方式 柴德里斯绝对占据一席之地 用惨不忍睹来描述柴德里斯的投篮动作 是最恰当的 当他投篮时 他会直接将球从腰部直接举到头顶 然后在头顶用双手将球推出 姿势非常别扭 这也让NBA2KOL的 平民玩家喜提他的免费投篮包 他也和2012年榜眼麦基吉 成为投篮界的卧龙除凤 值得一提的是 和麦基吉一样 本片的主人公选秀顺位也不低 2004年选秀大会 亚特兰大老鹰选中了两个约史 其一是我们熟悉的 身体素质炸裂的弹簧人 约史史密斯 而这位之后的十家球常客 NBA扣篮王却不是老鹰的第一选择 亚特兰大用更靠前的第六顺位 摘下了约史柴德里斯 这名顶着爆炸头发型 身材高瘦的球员 为何能被如此看好 来看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 在高中 柴德里斯曾获得麦当劳全美第一队的殊荣 在他高中四年级时 他还打过排球 并带领高中排球队拿到了全胜的战绩 他也因此入选排球联盟最佳阵容 可谓蓝牌两开花 通过这个你就能猜到 他的弹跳力是真的爆炸 由于排球没有直接的身体对抗 所以他也不需要练就大维度的身体 但别看他瘦 到了大学篮球赛场 依然是把好手 柴德里斯在斯坦福大学打了三个赛季 在2004年 柴德里斯上大学三年级时 他获得NCAA美联社评选的全美第一阵容 PAC10分区年度最佳球员 PAC10分区锦标赛最有价值球员等荣誉 之后他宣布参加2004年NBA选秀大会 不出意外 他成为了斯坦福大学历史上选秀顺位最高的球员 四肢其长 伸手全面的柴德里斯 在当时被视为下一个批棚 出入联盟之际 柴德里斯也算没辜负球队的厚望 他有着和约时史密斯同样的206公分身高 并且同样能飞扇扣 是暴力封线的标志性球员 还曾在姚明头上完成正面的大力格扣 在菜鸟赛季 柴德里斯成为亚特兰大老鹰队中最有潜力的新人 随着赛季的不断进行 他在打球的技术 出场时间 以及比赛中的数据都有所提高 在2004-05赛季 新秀两双数据榜上 柴德里斯排在第三位 仅次于艾美卡奥卡弗和德怀特护华德 他也因此入选NBA最佳新秀阵容第二阵容 进入NBA的前四年 柴德里斯都在老鹰队效力 场均得到11.1分 5.6个篮板 1.8次助攻和1.04抢断 而且他能胜任球队给到的任何角色 无论是先发还是替补 07-08赛季 他作为替补出战了76场常规赛 场均照样可以得到11.8分 4.9篮板 1.5助攻 并且在4.9个篮板里 包含了2.3个前场篮板 另外 当赛季他的投篮命中率高达57.1% 这在外线球员中属于效率天花板 哪怕放在争锋位置也照样可观 在最佳第六人的评选里 柴德里斯位列第六 他属于一个进攻效率十分高效 打球积极性十足的板凳匪徒 除了辣眼睛的投篮姿势 柴德里斯的其他方面都很不错 有一次 他的左脸被自己的爱拳咬伤缝了17针 在接下来的比赛 柴德里斯坚持出战 而且拒绝戴面具掩饰其伤痕 这份勇气是值得称赞的 打出了优异的表现 又刚结束自己的新秀合同 大合同自然少不了 于是老鹰队在2008年休赛期 给柴德里斯提供了一份 5年3300万美元的合同 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大合同了 但是柴德里斯拒绝了 而是选择与欧洲近旅 奥林匹亚科斯队签订了一份 为期三年价值2000万美元的合同 单论年薪差不多 为什么他要选择后者呢 一个字 税 在NBA效率 他要交将近40%的税 实际到手的签相当于打了6折 而奥林匹亚科斯的合同金额是税后的 相当于双倍工资 这让柴德里斯很难拒绝 更重要的是 希腊近旅给的还不止这些 在NBA 球员需要自己解决衣食住行 但奥林匹亚科斯承诺柴德里斯包吃包住 还给他豪车顺便兜风 并且还有一条王炸条款 女仆作伴 伺候全部的生活起居 这是打工吗 这简直就是当皇帝 换作是你 你心动吗 柴德里斯行动了 也行动了 在巅峰期离开NBA加盟欧冠的操作 让柴德里斯得到了旅欧第一人的称号 这是NBA历史上第一位在当打之年 在NBA母队愿意出合同挽留的情况下 选择投奔海外联赛的NBA球员 这一度引起了NBA管理层的反思 和美国媒体对欧洲豪门晶元战略的恐慌 甚至传出了欧洲老板 与5000万欧元挖角科比的留言 但来到希腊后 柴德里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在场上肆意收割 NBA的皮棚没有成为欧洲的乔丹 因为彼时的欧洲篮球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竞技水平也在一个很高的层次 而且国际赛场的规则和NBA有着不少差异 柴德里斯明显有些水土不服 加上女仆条款 状态差也似乎变得情理之中 在欧洲篮球冠军联赛2008-09赛季 柴德里斯场军得分仅为8.8 由于没有打出预期表现 柴德里斯仅仅待了两个赛季 被球队拖欠了几百万美元后 便回溜溜地反美了 有道是好马不吃回头草 这时的NBA已经没有柴德里斯的位置了 2010年7月14日 柴德里斯以先签后换的方式 加盟菲尼克斯太阳队 两年后 太阳队在通过竞标夺得了斯科拉后 随即宣布特赦柴德里斯 此时他也才29岁 同年9月 柴德里斯与篮网队达成签约协议 双方将签署一年的无保障合约 到了年底 篮网宣布 球队已经裁掉了柴德里斯 2013年休赛期 柴德里斯先后为提胡 马刺 骑士 无视等球队试讯 但是直到新赛季开始 他都没有拿到自己的NBA合同 被NBA淘汰后的柴德里斯 又踏上了海外篮球之路 2014-16年 他效力于澳大利亚NBL联赛 悉尼国王队 2017年 柴德里斯又成为了另外两项NBA第一人 他被BIG3联赛募 成为了第一位加盟BIG3联赛的前NBA球员 又在同年9月 与丹佛金块签下了一年的无保障合同 他也成为NBA签下的第一位BIG3球员 但真正从BIG3在打回NBA的 目前也就我们近期聊过的乔约翰逊 2017年10月12日 柴德里斯被金块队裁掉 可以这样说 那一次为了前去欧冠打球 是断送柴德里斯NBA职业生涯的主要原因 如果当时他接受了老鹰的合同和约翠史密斯组成的风线组合 够当时的东部球队好好喝一壶了 不受伤的话 他在NBA打的时间应该会很长 只能说 希腊开出的价码实在太诱人了 真正成功的人不会一页账目不见泰山 他们会省时夺势 取舍有度 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选择 而选择之后的结果就组成了你的人生 前段时间 提捧前妻和乔丹小儿子在一家日料店约会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本来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可两个人最近又被拍到约会 一周之前 拉尔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目前他处于单身的状态 并且澄清 乔丹的儿子马库斯·乔丹并不是他的男友 然而前不久 马库斯·乔丹的一位朋友晒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拉尔萨和乔丹一起坐在豪车的后车厢 两人笑着面对镜头拍照 拉尔萨的肩膀和马库斯·乔丹的肩膀紧紧挨着 拉尔萨的脸上还露出了笑容 拉尔萨今年48岁 小乔丹31岁 两人的年龄差高达到17岁 关键是 拉尔萨的前夫皮鹏是马库斯爸爸乔丹的好兄弟 有趣的是 拉尔萨比马库斯的后妈还大了好几岁 或许这就是拉尔萨一直不愿意承认 马库斯·乔丹是他男友的原因吧 总归来说 拉尔萨的魅力确实很厉害 毕竟曾经的他是NBA的花魁 拉尔萨也很会享受生活 他过去的几任男友 年龄都比他小10岁以上 拉尔萨现在过得算是风生水起 但是他的前夫皮鹏的情况 却和他有着天壤之别 生活可以说是过得十分的糟糕 皮鹏为了钱 已经不惜公开售卖自己与儿子的晚餐了 近期 美国一家奢侈品百货店推出了2022年圣诞特别版项目 就是说你可以花费333333美元 和NBA传奇球星斯科蒂皮鹏 以及他的儿子小斯科蒂一起共度一日 其中的项目包括 与其父子学习球技 共进私人晚餐 和品尝皮鹏自酿的威士忌 最后还会相送一本富有皮鹏签名的自传 皮鹏目前的处境比较惨 自己的前妻拉尔萨跟着大哥的儿子跑了 投资也被骗走了1800万 以至于他不得不为了赚钱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 用诋毁乔丹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出输的销量 而且现在的皮鹏 每年只能在NBA领到大约6万美元的退休金 因为只要球员在NBA效力三个赛季 就可以在退役后45岁开始领取退休金 显然效力过17个赛季的皮鹏够资格 根据NBA的退休金制度 50岁以后的球员 每月领到的钱等于360.34元 争以效力年限 所以目前57岁的皮鹏 每月能有5207美元的收入 但就这点收入 对于他的身份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他的日常开销 显然是完全不够的 皮鹏作为NBA有名的巨星 如今为何会混到这般地步呢 接下来就说一说 到底什么导致皮鹏破产的 皮鹏糟糕的理财头脑 从他第一次签约续约合同的时候就有所体现 1991年 皮鹏不顾所有朋友的反对 与公牛签下了一份 价值1800万美元的七年长约 堪称历史最大卖身器 等他自己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签完合同的公牛翻脸不认人 让这位历史最强的二当家 不得已在自己巅峰时期 以相当廉价的回报为球队卖力 皮鹏在离开公牛之后 原本胆小谨慎的他性情大变 从此挥金如土 一切向前看齐 从休斯顿组建三巨头 扎到波特兰的豪华封献群 皮鹏在自己的后七年职业生涯里疯狂懒惊 总计得到了8730万美元 这让皮二爷在退役的时候 生涯的累计工资已经突破1亿美元大关 甚至要高过乔丹的生涯总薪水 9330万美元 是当之无愧的亿万富翁 2002年 皮鹏的场均得分虽然已经下滑到10.8分 但是他这一年的薪水是生涯最高的 1970万美元 是当时联盟里身价最金贵的球员 二爷经常包下私人飞机四处比赛 但是那架私人飞机的驾驶员 却开始穿夺皮鹏 您这样一位NBA历史里排得上号的超级巨星 数钱数到手抽筋 送私人飞机多少有些掉价 只有自己买一台 那才叫真正的私人飞机 才能配得上您尊贵的身份 耳根子软的皮鹏听到之后大为心动 于是立马下单 皮鹏从一家财务公司中借了437万美元 订了一架双引擎弯流飞机 但是这么贵重精密的交通工具 皮鹏在付钱之前 连基本的验货和检查程序都没有 好像在麦当劳里买甜筒一样草率的完成 当这架私人飞机出现在皮鹏面前时 果然出现了问题 皮鹏借了四分之一年薪买来的飞机状况相当糟糕 飞都飞不起来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玩具飞机 而卖家自然是抱着 历经受出该不负责的态度 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 皮鹏没有办法 只能自掏腰包把飞机修好 又不放心地检查了好几遍 前前后后又花费了将近100万美元 才确保了飞机的正常使用 正当皮鹏以为一切都搞定 能够开始享受私人飞机带来的美妙旅行的时候 美国银行买下了皮鹏买飞机的欠条 于2004年开始起诉皮鹏催他还钱 经过两年多的官司 美国密苏里州上诉法庭最终裁决 皮鹏应尽快归还美国银行437万美元欠款 以及54万美元的利息 并且支付1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 皮鹏为了这架飞机 前后花了600万美元 但是因为深陷合同 至今为止也没有坐过自己的私人飞机 然而货不担心 皮鹏曾经聘请了一家 伊利诺伊州的律师事务所 打理自己的2700万美元的资产 这家事务所给他推荐了一位 名叫罗伯特·鲁恩的财务顾问 皮鹏本着傻白甜的理财风格 决定无条件相信他 然而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 罗伯特·鲁恩不但将这2700万美金 蒸发得干干净净 还以皮鹏的名义 又向银行贷款了140万美元 最终因为涉嫌银行诈骗 被判三年监禁 而这一切 作为财产主人的皮鹏 都是通过一位会计师才得知的 诺布克厄的皮鹏 将那家黑信的律师事务所告上法庭 但是对方早就在签订合同之前 就已经把层层圈套设计好了 让皮鹏有口难辩 而这样的事情 让皮鹏原本就负债累累的生活雪上加霜 为了偿还巨额债务 42岁的皮鹏决定重返NBA 虽然当时嘴上说着 希望趁自己不太老的时候 为篮球做更多的贡献 希望加入争冠球队 争取生涯的第七枚冠军钻戒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一万富翁皮鹏的钱已经快花光了 当然 在阿滨看来 与其说是皮鹏花掉 不如说白给送出去的 除此之外 皮鹏还非常卑微地表示 愿意接受10天的短期合同 也不介意参加视讯 或者与球队合练 总之就是一句话 给钱就来 虽然受到六家俱乐部的邀请 但是42岁的皮鹏 没能抓住机会 最终公牛队 让皮鹏得到前往北欧讨金的机会 皮鹏在芬兰和瑞典 一共打了三场表演赛性质的比赛 仅仅是为了得到 6.6万美元的出场费 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不过 除了他不太灵光的 理财头脑榨干皮鹏钱包 还有NBA球员永远绕不过的话题 离婚和抚养费 看上去老实憨厚的皮鹏 其实和大部分刚刚进入NBA的年轻人一样 基本上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987年 皮鹏刚刚进入NBA的第一年 此时的他有青梅竹马的女友陪伴 他们在第二年奉子成婚 又很快在1990年离婚 然而 皮鹏在妻子怀孕期间 就开始和另一位女子约会 一直到1993年 这名女子不但提出分手 还将皮鹏告上法庭 索赔自己在约会中支付的1万美金 随后 情场失忆的皮鹏吸取了上一段感情的教训 开始在情场上挥金如土 1994年 皮鹏看上了一名模特 很快两人就发生了关系 并且在7月多了两个女儿 即使小女儿在出生的9天后夭折 皮鹏依然不承认他们母女和自己的关系 拒绝支付抚养费 1995年 仅仅7个月后 皮鹏又和另一位女子生下了女儿 这微妙的时间差真是让阿滨福想连篇 但是这名女子明显得到皮鹏的清心 两人曾经订婚 但最终因为皮鹏家暴而分道扬镳 不过这一次 皮鹏愿意支付每月6000美元的抚养费 1996年 皮鹏又开始和小自己10岁的名模拉尔萨约会 短短三个月就被对方迷得神魂颠倒 仅仅三个月就宣布订婚 并且在1997年完婚 结婚后的皮鹏仿佛重回巅峰 七年内生三儿一女 前前后后四位女友七个孩子 每一个都是烧钱的熔炉 不停地榨干着皮鹏的账户 而随着皮鹏财力和身体的不断下滑 他面对拉尔萨逐渐地力不从心 于是夫妻双方都开始互相给对方戴绿帽 所谓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 拉尔萨向法院提交了他和皮鹏的离婚申请 并且企图吞下皮鹏的全部财产 并且掌握他的个人财产信息 最终两人如愿离婚 虽然拉尔萨没有如愿以偿 但是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 如今的皮鹏的总资产仅仅有30万美金 甚至几度濒临破产 从公牛王朝缔造者曾经的最强小前锋 皮鹏在篮球场的成就光芒耀眼 但是在篮球以外的世界 却像一个资产黑洞 不理智地投资和肆意地回金如土 最终将自己的上亿工资挥霍一空 也许这一切从他1991年签下卖身合同开始 他的人生就已经被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扭曲变形了吧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